水里香上岸村的三部路 是当地农民与中盘商 行驶的产业道路 表面上看起来黯然无恙 实际上却隐藏着陆基掏空的情形 对于地方而言是一大隐忧 因此议员陈淑辉等人 也特别前往现场会刊 道路基础掏空的问题 长期以来因为缺乏经费的关系 一直都没办法安排整治工程 成为地方民众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这次终于能够争取到经费 民众们都感到很高兴 尤其这个掏空的时候 当时我们当地的民众和这些农民 他们知道这段道路是危险性的 他们会去闪 但是很多外来客 包括来这里做买买这个招牌商 他们不知道这条路已经有透空 往往会发生到危险 那今天就经由我们科学法理会 来尽出经费 来跟三部路 来做到会讯和测试 今天这个经费 可以改善到三部路的安全 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民众 在行走路的安全上 可以给他们做一个保护 再次来感谢科学法理会 可以进出经费 议员陈淑慧 长期聆听地方基层新声 关心现内弱势族群 期许相关人员 能够妥善利用社会资源 保障人民的基本权益 我们很多民意代表 一直都经出就是对社会福利的保障 但是历史团体历史的家庭 我们当然一定要来关心 来改善到很多社会问题 但是有很多我们不用去浪费的社会资源 还有我们国税的这个经费 做一个我们的道路 我们的住来水 我们专门农民事业的建设 包括我们当时线外来这些道路 一直都要来做一个维修和改善 这是让我们民众有一个行为安全的保护和保障 上岸村的这条路段 除了是重要的产业道路外 也是通往梅休闲农业区的唯一道路 希望整治工程能够尽快完成 让游客能够更放心进来参观 促进地方观光产业的发展 民众的宏佳燕水里采访报道